搜索引擎谷歌 昨天出现了1美元对4令吉90%的金融汇率 除了向外民众也引发国行不满 致函谷歌要求解释 谷歌乌龙事件发生之后 令吉汇率再度成为反对党的筹码 土团党打戏牛辱俄国会议员拿督 旺塞夫将谷歌上的错误汇率截图 上载到个人官方脸书 抛红政府难道 这就是令吉走强的迹象之一 暗喻首相安华扶持经济不利 旺塞夫的这番言论引发 西蒙国会议员强烈跑轰 要求他收回言论并且公开道歉 谷歌上个月5号弄错汇率数据后 昨天再被揪出大百乌龙 弄错令吉对美元汇率 金线1美元对4令吉9%汇率 对于谷歌多次弄错汇率 国家银行不再忍耐 今天发文表示 已经致电谷歌要求解释出错的原因 国行指出 谷歌在3月15号发布的美元对令吉汇率信息是错误的 也没有实际反映市场的交易情况 根据国家银行境内跨行计算汇率 美元对令吉昨天早上汇率是4.7015 盘中最高去到4.7075 截至5点则报4.7045 根本就没有跌到4.98水平 而且在过去的两个星期 令吉对美元汇率也已经升值了百分之0.76 此外国行也劝请公众到国行官网查询汇率 以确保所获得的资讯准确无误 其实这已经是谷歌在短短两个月内第二次弄错美元对令吉汇率 2月5号 谷歌错把1美元对令吉汇率误报为6.24 一度引发市场骚动 根据国行的境内跨行计算汇价显示 美元对令吉当天的汇价 实际介于4.7480和4.7630之间 根本没有触碰6令吉水平 当时国行已经向谷歌发出严厉的警告信 然而对于谷歌就令吉汇率在昨天再度出现异常后 土团党打吸牛鲁俄区国会议员拿督旺塞夫就趁机抽水 甚至在没有查证下 就截取谷歌令吉汇率的走势图 作为揶揄政府的工具 他指出难道这就是令吉走强的迹象 甚至引用5令吉凝好的标签 旺塞夫的言论也引发西蒙国会议员不满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震东 在脸书撰文斥责旺塞夫 认为他意图恶劣 故意以错误的信息来误导民众 就在政府努力搞好经济的当儿 旺塞夫作为在野党领袖 却利用错误的谷歌数据来贬低自己的国家 手段卑劣 行动党甲动区国会议员林丽颖也要求旺塞夫 立刻撤回言论并公开道歉 他说旺塞夫的行为非常过分 必须采取迅速和果断的措施 以维护我国民主原则的完整 恢复民众的信任 他促请公众看清楚 旺塞夫和他的政党使用的欺骗手段 恶意破坏国家经济 对于自己过火的言论 旺塞夫在刚才傍晚6点左右撤下了早前的贴文 但就没有道歉 不过他有另外开设新的帖子 盛赞国航这次的反应迅速 请不吝点赞国航行为旺塞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